大乐透历史资料下载 这边有一个档 当然 这边因为没有范例档 因为我们的资料是来自于网路 所以 这边不需要范例档 你只要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也许你可以在 刚刚这个旁边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给它就可以了 那我要全部下载 最好是能够按一个按钮 自动全部帮我下载的话 那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资料在哪里 其实如果你要找到 大乐透资料的话 其实你在Google上面 出入那个什么 大乐透历史的关键字好了 其实开一个 在Google上面你贴上了 反正就会让你找到 这么多 什么乐透云 大乐透等等一堆 那其中的话 好像第一个 里面就有很完整的 你可以发现第一个 它这个大乐透进来之后的话 它在最新一期是这一期 那也就是说呢 每一期每一期都会有六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那这个规则跟乐透 跟刚刚那个乐透彩 其实差不多 规则不一样的地方是 号码好像是1到49号 乐透彩1到42号 多了七个号码 其他好像都一样 那可是它的号码 这么多历年来的资料 有多少个呢 其实你会发现 它这边有第一个page 到50个page 总共有50页 那以往 如果你有网络上的资料 你要把它复制贴 你要做50次 可是呢 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 理出一个规则 那这个规则如果有的话 你一键按下去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 所有网页里面的资料 全部下载下来 那可是要理出什么规则 第一个 你可能要知道 你点选第一页 你会发现 它上面会跳出 这个叫网址 其实是UIL UIL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它有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 就是 这个是它的网站名称 后面会执行一个 一个网页 不过这个网页是动态的 它是点ASP 它不是点HTM 然后面有个问号 就INDEX PAGE 指的是它的参数 等于1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等于1是什么 它的索引的页面 如果你切第二页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它变2了 那如果切到50的话 那它其实就变50 它除了这个数字会变动之外 其他好像都不会变 所以可能你要先理出一个规则 就是说它的变动 刚好是在1到50 那你可以想到 如果我们可以怎么样 写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1到50 然后动态的去变动什么 变动它的网页 的这个参数的话 那不就是 当它是1就下载第一页 当它是2就下载第二页 一起来一推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需要用什么 如果我要下载网页到Excel的话 那请各位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一个功能 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好了 我们练习 如果你要从网路上捞资料的话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把刚刚的第一页好了 假设这个第一页的网址先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之后我要做什么呢 请各位到这边 Excel里面 如果你要捞网路上的资料的话 它预设有个功能叫资料 有没有 哪一个呢 从web web指的是网站 意思是说你要从网路上捞资料 那你可以怎么样 点击这个从web 然后呢 把刚刚的网址怎么样 贴到上面的地址 有没有 把它贴上 OK 倒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从web 实际上它这个地方 是帮你把什么 你的IE浏览器 直接迁入到Excel 那也就是透过IE浏览器 去抓到你要的资料 然后呢 利用IE浏览器抓到的资料 帮你汇到Excel而已 所以它这个同一家公司 IE浏览器也是微软的 所以你可以按一个倒 把它贴上 然后呢 它这边有一些错误代码 反正没关系 你就按4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帮你做什么呢 帮你去找一下 这个网页里面呢 有没有所谓的表格 table 有没有那个 HTML里面 那个因为网页里面 很多排版 其实放资料都是用table 就是用表格 它会帮你把这个网页里面呢 是表格的话 有没有 它会帮你在旁边呢 显示出这个箭头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旁边这个打勾之后 汇入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资料 汇入到你指定的那个 储存格里面 那这边的话 基本上 这一次 从微博把它贴上 这把它贴上 记得按到 那它里面如果有一些 什么这个讯息 记得就是一定要把它全部暗示 否则的话 它有一些好像 就不会出现 OK 那你会发现呢 如果是表格 这边有好几个表格 这些表格基本上就排版用 如果我需要的资料是在这里 你就把这个箭头打勾 告诉他说 这个表格我要了 请你帮我把这个表格 在网络上的表格 帮我放到ESale 所以呢 你这边按汇入 那他会问你说呢 那你要汇入到哪一个储存格 那我从A1 好了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帮你把什么 网络上的那一页给汇入进来了 可是问题来了 那你现在只有汇入一页 那如果你要下一页怎么办 岂不是还要再一次 然后 如果比较笨的方法是再贴上 再把它改成2 然后再汇入到这里 可是问题你要汇入很多次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 请你把刚刚的动作 录制聚集应该会吧 这边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聚集名称把它改成 大乐透下展 比如说这边的话叫大乐透下展 好 那这个程式按确定 不过按确定之前一定要彩排 不然的话我怕你会做错动作 再来的话呢 你在按照彩排的动作 尽量不要多做其他无谓的动作 OK 所以按确定之后 那我们第一步呢 先怎么样 先 资料 从web 这个第一步 把它网址贴上 确定一下这个是1 按到 那里面如果出现这个的话 全部按4 全部按4就好 然后这边打勾 按个贿入 贿入到哪里 A1 好 汇入完成 对不对 那我把刚刚的开发的源 停止录制 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 用录制聚集 产生我们要的一个页面 但是一个页面之后 我要怎么去修改 你可以在这边 大乐透下载 编辑一下 从那个聚集这边找到 刚刚录制的 那第一个当然 我会先把上面注解先拿掉 因为这个不需要 第二个的话呢 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底下 是他利用什么 利用叫做 Credit Table的 这一个物件 他帮我去下载 这一个网页里面的资料 那各位可以发现 他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UIL 后面这个就刚刚的网址 就你贴的网址 其实呢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 改成什么 改成I就好了 有没有 那他就会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这个第一个 可能需要改的 第一个把这个改成回圈 可是第二个 你可能要再改一个Distination 这意思什么 下载到A1 特别之后 那可是如果你第一次下载到A1 那可是你第二次 如果还在下载到A1的话 那他会怎么样 把它盖掉 所以怎么办呢 理论上我们应该 就往下追踪 还记得吧 向下追踪 坎错 向下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 从A1向下追踪之后 到31 可是我要 再来就是32 所以你可以怎么 拔加1 所以 录完之后呢 你只要改两个地方 拿两个地方 1 就是这个地方 跑个回圈 2 这个1 数字应该也要变动 所以 我们需要两个变数 那这两个变数应该如何改 我们先 先做这个好了 1 那你可以在上面先打一个回圈 回圈 我想应该 前面我们讲过了 for 什么呢 for I 所以你就是先给一个I的变数 1到50 对不对 Enter两下 打一个Nest OK 然后呢 再来把它这个 这一段程式 Wish到EnterWish 搬到for回圈里面 那不过呢 他这个阶层看不出来 我习惯是把Wish到EnterWish 按个Table键 让他怎么样 下一阶 这样的话比较清楚了 for在外面 Wish这一段 是里面的程式 那再来的话 请你把这个E怎么样 改成什么 双一号双一号 移到中间 Enter Enter 移到中间 加一个I 那前后 再空白 有没有 之前不是写过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以后都会重复出现 所以请你把它练熟 以后就这样改就可以了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问题 它现在下载在A1 还是在A1 所以你需要什么 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 如果说 这可能有几种可能性 就是如果说里面完全是空的 假设我现在给它一个空的工作表 我要先判断什么 判断 如果 什么呢 我的习惯是判断这个储存格 假如Range A1里面是空的 那表示它几乎没有任何东西 所以我叙述这样Range A1的话 那就是A1 假如是空的什么叙述 等于空的 有没有 空一个Zen 这个好像前面我们都有打过类似的 Els And if 这个我想逻辑前面都讲过了 反正就是一个if 逻辑是如果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意思就是说 它里面完全没东西 那我要从哪一列开始 我就产生一个变数叫R 这个名称也是我们自己取的 那等于E 意思就是说 我用这个R去代替这个 有没有 这个E 第一次的话一定是 刚好凑起来刚好A1 那反之 如果它里面已经下来一次了 那A1里面一定有东西 那它R等于什么呢 R就等于向下追踪 所以向下追踪的话 你用什么 前面讲过吗 Range A1向下追踪 我想这个前面都有讲过 追踪的方式就是 And 前刮弧向下 XL down 刮弧点什么 点Row 追踪到列 再把它加 加1 为什么 因为你追踪到那个的下一列哦 如果你没有加1的话 它会变成盖掉那个最下面的列 OK 然后呢再把这个R怎么样呢 把它这个R 盖掉这个 刚好好像有用过类似的 Delete the deal 空一个and 空一个R就可以了 只要一边啦 因为它的右边没有东西 你就不用像刚刚这样左边右边都要and OK 好 程式写完了 这样子的话呢 应该就可以一键完成全部的资料下载 我们试一下看看好了 如果你没有把握你按F8 试一下好了 先下载第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E啦 这个R现在等于E 所以下载到第一个 但是特别注意哦 录制的部分 有一个地方这一行是多余的 所以记得把这一行给删掉 或者是说如果不删掉 把它注解掉就可以 注解就前面加个单以后 然后呢让它跑跑看好了 我试一次 基本上 这边设个中断点 跑一次 第一次下载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呢 这边资料已经是31列 那再来的话呢 它A1已经有东西 所以它会跑这边 所以呢 R会变成是32 再来的话呢 那I现在等于多少 等于2 所以下载第二页 然后呢 帮我放到后面去 下一个 有没有 就又一个了 那一时类推 所以我把它全部执行 有没有发现 它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全部跑完之后的话 不会要50个page 大概要几秒钟就完成了 Ctrl向下 有没有 1000多笔资料 在瞬间呢 全部都帮我下载下来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请你先录制聚齐 录制什么聚齐呢 录制 就刚刚讲的 它会录下那个wish到wish 第二的话呢 就是外面包一个回圈 那把这边变动一下 第三呢 就是再产生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说你将来要写到哪一列的位置 这个我想细节 如果你一下记不起来的话 你也可以参考那个云端上面 我这个刚刚写的东西 在这边也有 有没有 其实基本上 我改的在这里 这个是批示大乐透下载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刚刚大概就是产生了两个变数 所以这个如果你熟的话 以后呢 你要下载网页 其实是还蛮容易的事情 那请各位先试做看看好了 那这边的话 其实真的 所以之前有同学 还蛮对这个有兴趣的 所以回去呢 就赶快练习什么 他说他平常在买威力彩 所以他又马上去 把威力彩历年来的资料 因为威力彩在隔壁而已 这边有威力彩 所以他想说威力彩里面呢 有没有全部的资料 有35页 你也可以再做个威力彩下载 还有同学是买什么 精彩539 听说最近那个威力彩 好像奖金上看9亿 基本上当然你可以把所有资料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统计分析 所以可以统计出一个 还蛮接近的一组号码 那很快的你就可以成为 那个亿万富翁的行列 我们仅供参考 这个当然提供给各位就是 如何快速下载 当然跟如何去算名牌无关 所以请各位先试做看看